此时上房内,玄老爷子对着马氏说道 老大回来了,你去看看 那么点皮肉上看什么,也不是腿断 马氏才不想去呢,去了说什么 再说在他的心里,玄文涛这伤就是没事 要是换成他的儿子受伤,那自然是不一样的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呀,这毕竟是老三砍的 老三也不是故意的,咋的,还得偿命呀 马氏声音提得老高,玄老爷子就是这样 说到现在,他就不坚持了 那咱们赶紧下地吧,今天呢,菜都够晚了 你们几个干活哪顶得上老二和二郎 五郎,去西乡房叫你二伯和二郎哥来一趟 五郎玄旭扯着大鼻涕跑出了上房 进入了西乡房,看见玄妙儿就问 妙堂姐,我二伯和二郎哥呢 祖母让他们去一趟 玄妙儿真的不忍看玄旭那个过了江的鼻涕 拿着苞米叶子递给他 擦擦鼻涕再说话 玄旭接过苞米叶子胡乱擦了一下 亮晶晶的鼻涕泡就抹在脸上 祖母找二伯和二郎哥 我去告诉二叔和哥,你回去吧 玄旭好像觉得鼻涕抹在脸上不舒服 又用袖子抿了一下,然后跑了 玄妙儿心里真的凉呀 自己爹受伤回来了,上房一个人也没有过来 这伤还是三叔弄的,他们就是装样子也该过来吧 现在上房都跟没事发生过一样,真是奇葩 我去上房一趟啊 二郎别去了,留下来照顾你爹,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嗯,二叔,你一定要留下来 要是三叔或者五叔来,我爹是要受罪了 二叔,我跟你去,咱们可是说好了,必须你和我哥留下来照顾我爹 你也知道,他们别人不能真心照顾的 万一再碰了伤口,弄我爹的腿就不容易好了 哎,你放心,上房拿我没办法,我说的是,没人能改变 玄文江知道玄妙儿担心什么,他也不放心把大哥交给别人 这些年,玄文江之所以不娶妻,就是不受马仕的控制 可是却不能分家,这也是他最烦躁的 如果能分家,自己就算是开荒也能把日子过起来 谢谢大家